好了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 不用AI做这种像这种圆环的一个效果 其实像这种圆环的效果呢 我觉得也是 只要是掌握了它一个简单的一个属性的话 或者应用的 这样做起来很简单 话不多说 我们来开始做这个圆环 我们先把这个圆环删掉 我们建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格子吧 方格子我觉得随意吧 我们建成25x25的吧 颜色你可以随便填 填一个 填一个 什么样的颜色 填一个 红色吧 我们这样填 填这样的红色 然后我们 把这个边给它去掉 我们只要一个 25x25 然后拖过来 按着Shift键 拖过来之后 我们再给它填充一个白色 然后我们在群组给它往这拖 CMD加D 一直重复 重复 大概有10个左右吧 然后我们给它打一个组 打一个组呢 我们找到符号 符号呢 我们就给它拖进去 拖进去之后 然后转化成这个是静态符号 然后静态符号之后呢 我们第二步就比较关键了 第一步其实就是建一个符号 第二步我们就随便画一个圆 大概是200吧 200可以 100可以 根据你喜好 然后颜色 颜色我们就给它一个这样的颜色 我说是 随便给它一个颜色吧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工具 在这个视图下边 视图下 不是不是不是 在这个效果下边 有一个3D的凹凸旋转 凸脚和斜脚 我们选择绕转 绕转之后呢 我们在这样一个选项 我们先勾上预览 就看啊 基本的图形是出来了 然后我们怎么来调它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把这个位移的稍微大一点点吧 100左右 根据你的圆往 你也自己适当的调 嗯 然后我们拽着 左键拽这个 这个圆基本上就快出来了 然后这样 看 这个圆基本上出来了 160 把它调成130吧 你也可以 哦 有点过 我们如果说消失的话 可以在这个这里面把它找回来 点它的属性 再点预览 它这个效果还在这 然后我们不要这个塑料底纹效果 我们要五五底纹 再选一个贴图 我们去找到这个下拉菜单 下拉菜单 刚为我们新建的符号2 你看它出现在这里的之后 我们已适合 好了 我们到了贴图这一步呢 我们就开始 我贴图这一步呢 我们就开始 选一下我们刚建的一个符号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适合以缩放 然后出来这个 假如你也出现这道没有对齐的话 是因为它为什么没对齐 是因为这边短了 所以说你要把它拉长一点 这边拉长一点 它就对齐过去了 所以说呢 那这个圆呢建的太大 你要自己有可能要手动调整一下 也不要着急 这边有一个面的选择 目前我们圆环的只选在这一面 这样点确定 然后角度你觉得不合适呢 我们就可以再调嘛 拽着它来转 也可以用参数来调 当你制作出好这些元素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海报啦 这些元素就可以删掉 做一些海报啦 做一些效果啦 这样 比较效果也比较好 所以说 就看你今后怎么运用和排版一些效果 当我们做了这个绕转的话 我们就可以扩展一下思路 再做一下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圆的一些效果 好比说我们做这一个圆 做这个圆 随便拉小一点这个圆 然后我们也是用的一个效果 下边的3D的凸角和斜角这样 这样 这样一个 选择这一块 比如说我们让它正面朝上 我们给它贴 也给它贴一个贴图 然后透视呢 我们给它拉大一点 透视算 透视就还是保持原样 突出呢 我们就给它大高一点 高一点 把这角度稍微倾斜一下 然后我们也是找到 这边的话 也是给它一个没有底纹的贴图吧 无底纹贴图 然后无底纹吧 然后再开始给它贴图 我们选择哪一个面吧 你看它这边显示是 第一个面 一共三个面 这是底面吧 这应该是侧面 侧面之后 我们再 开始给它找我们刚刚新建的那个贴图 贴图呢之后 我们也是选择这个适合缩放 也可以拉长一点 也可以根据喜好 也可以不让它 拉到一半 这样也蛮好看 看你自己的一个调整 然后就这样确定 之后呢我们就点一个确定 这样的话可以有这样的话就可以出现一个另一个一个直角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做另一种效果就是关于一个热气球顶部的一个效果 我们先首先也是画一个简单的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个把这一个边呢删掉 选中框选中这个锚点把这个边删掉 让它变成一个半圆 变成一个半圆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来点这个旋转 绕转 绕转这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选择预览 预览之后呢看它是这样绕转的 它是从左边开始绕转的 方向我们反一反从右边绕转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贴图的话 还是我们刚刚的一个贴图 贴图的话点 符号2 还是这样一个贴图 适合大小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热气球的元素基本上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我们点确定 确定 基本上你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热气球元素 底下再稍微搭配一些元素的话 下面的话基本上就会 下面基本上 下面基本上就所有的要的效果就会出来了 嗯 嗯 再加上一些修饰啊 就这样 其实后期的一些修饰啊 嗯 这样搭配出来 这样一个热气球就出来了 差不多 再到这边 这边到底层 到底层 come on the shape 这边稍微再做一调整 基本上你的那个热气球啊 这些效果就会出来了 你的加上一些装饰 嗯 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一个主要是3D绕转的一个插件 一个效果 希望你喜欢 有不懂的给我留言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